俄国巨型货机单趟可运500吨 俄罗斯正在研发只在地面上低空飞行 而且能载运大量货品的货机 这种新的地面效应载具 一趟能载运重达500吨的货物 而且消耗的是节能的液化天然气 这架低空飞机能在地面、水面或地表上 3到12公尺高的冰上飞行 它短而宽的机翼 能有效把空气困在飞机与地面之间 和其他固定翼飞行器相比 它的机翼造成的向下气流 使阻力更小、胜力更大 让飞机得以用较少的燃料 载运更多的货物 俄罗斯固有研发低空地面效应载具的传统 在俄语中叫做Ekranoplan 苏联在70和80年代建造了好几架巨大的低空飞机 最知名的例子 可能是这架544吨的实验性飞机 西方的勤制单位称之为离海怪物 它在1966年建成时 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YouTube's ad policies are killing creators but you can help Be a hero at patreon.com slash tomonews heh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